十二生肖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一共有十二种,也就是平常说的十二生肖。 这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呢? 说起来,这还有个有趣的传说呢。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是没有生肖的。 有一天,玉皇大帝决定在天庭里召开一个风生肖的大会, 于是给各种动物都发了一道开会的圣旨。 那个时候,猫和老鼠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 他们住在一起,就像兄弟一样亲密。 就在开风生肖大会的前一天晚上,猫跟老鼠打了个招呼,说, 好兄弟,我睡觉一向比较沉。 明天早上要开风生肖大会,到时候你可要叫醒我。 咱俩一起去开会。 老鼠拍着胸部说, 没问题,你就放心睡吧,到时候我保证叫醒你。 猫听了之后,就安心地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老鼠很早就起了床。 它想,如果把猫也一起叫上。 到了那儿,我肯定要排在它的后面, 还是不要叫它了。 猫兄弟啊,猫兄弟啊,猫兄弟,你可别怪我。 想到这里,老鼠决定不叫醒猫, 一个人去天庭了。 再说,住在清水潭里的龙。 这天也收到了风生肖大会的圣旨。 龙虽然长得很威武,浑身有着亮晶晶的灵甲, 仰着头像个神器的大将军, 可美中不足的是,头上还缺少一对脚。 那个时候,公鸡的头上是有脚的。 于是,龙就去向公鸡见。 公鸡本来是不肯把脚借给龙的, 可就在它犹豫不决的时候, 一条蜈蚣爬到了它的面前,笑着说, 你是鸡公公,我是蜈蚣公公。 让我来给你们做个担保人怎么样, 你就把脚借给龙用一次吧。 公鸡见有人做担保, 就放心地把脚借给了龙。 风生宵大会开始了, 各种动物们都到齐了, 场面热闹极了。 玉皇大帝在动物中选中了 牛、马、羊、狗、猪、兔、虎、龙、蛇、猴、鸡、鼠、 这十二种动物来作为人的生肖。 到了排次序的时候, 十二种动物就争论起来了。 要知道,玉皇大帝的子民们对于排次序这个问题是非常认真的。 如果要开会讨论, 如果要开会讨论,恐怕开上一百天也没有结果。 所以玉皇大帝宣布, 你们中间牛最大, 就让牛排在第一吧。 大家都同意, 就连老虎也没意见。 不料小小的老鼠却不服气, 他敲起大拇指说, 你们都弄错了, 我比牛还要大, 不信就找个人来评评理。 动物们听见老鼠这样说, 全部都哈哈大笑起来。 老鼠很不高兴,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到人间去试一试。 老鼠觉得自己以前总是受到大动物的欺负, 心里可真是有点怨气, 不如借这个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 玉皇大帝见老鼠竟敢反对自己的意见, 本来想把老鼠从十二生肖中踢出去, 但是他转念一想, 为什么不弄点事情出来开开心, 让大家都来看老鼠的笑话呢? 于是, 他就带了十二种动物到人间去。 没想到当牛在人们面前走过的时候, 人们只是说, 这头牛长得真肥, 这头牛看样子挺能干活, 可就是没有人说这头牛真大。 轮到老鼠的老鼠表现了, 他一下子跳到了牛背上, 拼命地鼓气, 把肚子鼓得大大的。 人们一见到牛背上的老鼠都惊呼起来, 快看呐, 好大的老鼠。 玉皇大帝亲眼看到了人们对老鼠和牛的评价, 也只好再次宣布老鼠为十二生肖之首。 老鼠做了第一生肖, 那个得意见儿就别提了。 他昂首挺胸地走回家。 经过猫的门前时, 刚睡醒的猫糊里糊涂地问, 今天不开风生肖大会了吗? 老鼠回答, 你梦刚坐醒吧, 风生肖大会早就开过了, 有十二种动物被封了生肖, 我是第一名呢。 猫很惊讶, 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我一起去呢? 我忘记了。 猫顿时火冒三丈, 你不是亲口答应叫醒我的吗? 是你害得我没能参加大会, 我要找你算账。 说完, 梦只抬老鼠扑了过去, 从此以后, 老鼠就成了猫的敌人。 再说, 公鸡一肚子的不高兴。 他想, 龙之所以能够排在他的前面, 肯定是因为龙的头上带着那对漂亮的脚。 于是, 他就向龙去讨要。 可是龙不肯把脚还给公鸡, 公鸡的火没处发, 只好去找蜈蚣的麻烦。 这就是今天, 公鸡要吃蜈蚣的原因。